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人的一生很长 常到会遇到很多事 遇见很多人 但是人的一生也很短 短到还没来得及好好相处 就咫尺天涯 半生已过 历尽繁华 才发现人到中年 有些人认识就好 不必深交 如若遇到这三种人 不要多说一句话 转身离开就好 一 远离索取你的人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俗话说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但有些朋友从来不是给你铺路 而是一直在索取你 他们像癌细胞一样 侵蚀你的每一寸肌肤 榨干你的每一滴营养 如果你反抗的话 他还会变本加厉地强掠成吃 前几天 千千在群里吐槽舍友小妖 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连卫生纸都要蹭我的 大家都蛮好奇的 什么人呢 这么扣 原来两人为了省房租 决定一起合租 虽然钱是省下来了 但每次都挺闹心的 每次出去吃饭 小妖从来不主动扶钱 嘴上说着让我来 让我来 可身体一点行动都没有 好不容易说请千千吃饭 最后两人只吃了碗面 还点的清水面 连个肉丸子都没有 每次都拜托千千给她带一些零食或者水果 但回来之后就一句谢谢完事 神奇的是从来不提钱的事情 最难熬的是每次打扫卫生 她只收拾自己的屋子 公公区域从来不收拾 千千想了好多办法 可小妖依然该干嘛干嘛 不想干的一点都不动 气得千千只肝疼 最奇葩的是 有一次她吃完泡面没洗锅 千千也堵气 结果厨房臭了一个月 结局你猜的没错 还是千千妥协了 我们都劝她 她并不是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还是早点远离吧 别让她再消耗你的能量了 千千无奈地说 我就是太惯着她了 造成这种局面都是我咎由自取 我下定决心了 下个月开始搬家 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及时止损 对于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 一定要趁早远离 否则毁掉的可能就是你的一辈子 人生在世 我们需要朋友共同成长 但更重要的是 学会辨别哪些是索取你的朋友 哪些是真正为你好的朋友 对于那些消耗你能量的朋友 一定要学会远离 二 远离打击你自信的人 昨天坐地铁 两姑娘在旁边聊天 如果有人在背后诋毁你 你会生气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两种人会诋毁你 窝囊废一样的男人 不如你的女人 比你强的人都懒得理你 突然间很感慨 我们不怕别人在背后诋毁自己 反而怕那些当面打击你的人 莉莉生了二胎后 开心地发了一条动态 可还没过几分钟 这条朋友圈竟然被删掉了 我在评论里问道 怎么删掉了 原来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评论 你真不知道孩子长得很丑吗 莉莉气得一怒之下 就删掉了刚发的朋友圈 还给那个家伙留言 在我眼里 我的孩子就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啊 你刚刚评论的那句话真伤到我了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说的话过分了 反复道歉 只是开个小玩笑而已 不至于吧 莉莉依旧无动于衷 后来我问道 怎么这么决绝 她说 没有不原谅 毕竟也没多大点事 只是不愿意再交往了而已 毕竟谁都不喜欢身边有这么一个老打击你的人 你发个全家福 他酸酸地说 越缺什么的人才越秀什么 你晒个好看的裙子 鞋子 他都说太百家的女人没人爱 你晒个风景照 他都要来杠几句 就是太闲的女人 才一天到晚的秀秀秀 是啊 这种人就是以打击你为乐趣 却不会提任何建议性的意见 记住 不管到了任何年纪 请一定远离那些故意打击你的自信心 让你变得自卑的人 注意 是任何人 人到中年 真的发现要感激的不再是那些打击你的人了 而是给你鼓励和自信的 后者比前者更应值得被放大 相信大家都听过文姬齐武这个成语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讲的是东晋大将祖涕和刘坤的故事 当时两人共居一室都想要建功立业 有一次半夜 祖涕在睡梦中听到公鸡鸣叫 一脚就把刘坤提醒了 问 你有没有听到鸡鸣声 结果刘坤迷迷糊糊说道 半夜鸡叫不吉利 但祖涕偏偏不信这个邪 建议两人听见鸡叫声就起床练舞 刘坤欣然同意 从此春去东来 两个人从不懈怠 坚持训练 终于 祖涕被封为镇西将军 刘坤成为征备中郎将 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仔细一想 如果当时刘坤打击他的自信 也许就没有文姬齐武这个典故了 曾国藩有言 则有乃人生第一要义 一生之成败 皆关乎朋友之嫌否 不可不慎也 则有的意义就在于 远离那些打击你自信的人 亲近那些给你正能量的人 从此 两个人强强联手 只会变得更强 三 远离忘恩负义的人 人生一世 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波折 会经历各种侃侃可可 有人帮助我们 我们也会帮助别人 但是被帮助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感激你 有些人在你帮助过他后 等事情解决好了 他不仅不知道感激 反而会翻脸不认人 将你的帮助忘记得一干二净 忘恩负义的人的行为 是最令人讨厌的 也是最令人寒心的 人可以不认字 但不可以不识人 不懂感恩的人 把你的付出当成应该 把你的善良放在脚底践踏 比狼还可怕 记得多年前 我一朋友要买房子 第一次跟我开口 问我借五万 说下个月还 我想的是他人还不错 买房子是大事 这个忙得帮 但是我全身加起来就三万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这才凑够了五万 可转眼一年过去了 他却只字不提这件事 后来我奶奶生病 需要周转资金 问他开口药 还小心翼翼的那种口气 怕伤他的自尊 结果他竟然说 嗨 你这人真小气 不就五万块钱吗 真能算计 我还能不给你吗 最后还把我拉黑了 五万块钱也再也没有下文 后来朋友们都骂我大傻子 你花了钱 他占便宜了 最后你还不捞好 最重要的是 钱都没有还完 什么人 别人帮你 那是情分 别人不帮你 那是本分 别人帮过你 要懂感恩 不感恩也没关系 但别恩将仇报 不要让你的善良太廉价 不是所有的人 都值得善良以待 你的善良很贵 要留给懂得付出的人 留给鼓励你的人 留给懂得感恩的人 而不是给索取无度的人 不是打击你自信的人 不是贪得无厌的小人 现实生活中 你和谁在一起 真的不一样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最后 愿我们都能与智者同行 彼此都将不同反响 愿我们都与高人为伍 彼此都将登上巅峰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好 有 доступ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